你相信科学能让你永保青春长生不死吗 随着AI等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类的生命限制或许真的能够突破 在未来 我们可能生存在一个由AI搭建的虚拟世界永世长存 亦或者是将意识转移到机械体上 脱离血肉苦弱实现机械飞升 人类对永生的渴望一直都存在 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就一位青年溃探到了永生的奥秘 并将其记录在了一本叫做《死灵之书》的禁忌典籍之上 那么今天咱们来集合原著 一起来研究一下 汇聚了罗夫卡拉夫特对永生和生命思考的名片《寒气》 在一个热朗席人酷暑难耐的夏季 一名穿着考究的神秘男人 潜行聂踪地来到一栋老旧的出租公寓前 按响了门铃 女住客闻声打开了房门 但这个女住客非常奇怪 在相对阴暗的室内 她竟然还带着一副遮阳镜 手放在微开的名框上 似乎在提防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看门见山 向女住客表明了她的身份 她是波士顿日报的记者 该附近在近四十年间发生了十一起连环的谋杀案 至今已经成为了悬案 而根据她的调查 眼前的五二三号公寓 实际房主是一名叫做麦登的医生 她拥有该房产已经有八十年了 但是周历档案内却没有麦登的死亡记录 那就表明她也许还活着 记者的直觉告诉她 麦登也许和案件有所关联 因此她特意登门拜访 试图从住客口中获取一些线索 前来者并非是警察 住客艾米便将记者领进了屋 刚一进屋 一阵寒气是突袭而来 动得记者直打哆嗦 艾米解释道 我患有严重的罕见疾病 对热和阳光都极度敏感 因此室内必须常年保持低温 不过请您放心 该病是极难传染的 问题不大 接着她从母亲手中接过咖啡 为记者送上了温暖 暖暖的简直不要太贴心了 记者却不领情 见艾米不打算交代实情 便威胁她 如果不说清楚麦登的事 她会将无根据的异象故事 刊登出来 我可是一个自律的撰告人哦 到时候警察一定会找她的麻烦 无奈啊 艾米只能和她讲起了那段痛苦的回忆 在22年前 她的母亲艾米丽 只身来到波士顿 机缘巧合下呢 从一个叫做莲娜的女人手中 租到了麦登医生的公寓 莲娜对她是千叮咛万嘱咐 千万别打扰住在三楼的麦登医生 接着为她安排了住房 舟车劳顿的艾米丽 在休息之后 开始冲洗着身上的皮法 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艾米丽的身上 有很多的伤痕和瘀青 和她白皙的脸庞 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她沉浸在洗漱中时 一股不安的预感 侵袭而来 艾米丽连忙穿上衣服 警惕地查看这房间内的异动 当她抬头望去 天花板上 竟有一块盆大的薄冰 并且还在不断地 往下滴着液体呢 她用手指站了一下 闻了一下 一股难闻的怪味 是直冲鼻腔啊 就在她荒神的刹那 原来 是她的肌腹一路尾随 找到了她的住处 肌腹一把抓过艾米丽 就要对她实施猥亵 这也就说明了 艾米丽身上伤痕的由来 艾米丽趁继父不备 奋力将其击倒 快速向楼上逃去 试图躲开继父的兽欲 艾米丽的痛苦哀嚎 吸引了麦登医生的注意 她打开了房门 拿起手术刀 刺向了禽兽的手掌 剧烈的疼痛 导致禽兽重心不稳 一头栽下了楼梯 昏死了过去 麦登医生 则将受惊过度的艾米丽 抱进了房间内 这段剧情的改编 和原著有着极大差异 主角并非是一名女学生 也没有继父这样的设定 而是一名生活在底层的社畜 故事发生的地点 也并非在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 而是在纽约 影片中将故事发生的地点 安排在马赛诸塞州 也是对科苏鲁神话的一种致敬 毕竟该州在整个体系中 那戏份占比是相当多的 著名的调查员培训中心 密斯卡托尼克大学 就在这个地方 和影片中 开篇医生和主角 邂逅的情节不一样 原著中 患病的主角因为积蓄不够 因杀阳错了才搬进了 医生出宿的公寓内 公寓中住满了 来自各地的底层工人 原著中 洛老对底层社会人的 结局无奈和底层的 住宅描写呢 是非常的详实 给人一种强烈的带路感 因为洛老在童年 确实经历过 巨大的家庭变故 家庭呢 陷入了财政危机 年幼的洛老 甚至因此考虑过自杀 那洛老的故事呢 咱们有时间来 单独开坑聊一起吧 许久过后 艾米丽 被麦登医生 捣鼓机器的声音吵醒 见女孩速醒 麦登医生 温柔地上前安抚着她 并且表示 艾米丽的弟父已经走了 永远不会来骚扰她了 她可以安心地住下来 艾米丽 这才平静了些许 接着她向医生问起了 为什么房顶上 会渗出氨水呢 麦登医生真切表示 呃 我自己得了一种 非常罕见的皮肤病 必须待在 特别寒冷的环境当中 才能一时病变 为了防止艾米丽感冒着凉 她让莲娜 为妻准备好了药片 接着将她送出了 寒冷的房间 艾米丽前脚刚走 麦登医生的额头啊 就渗出了像浓水一般的 粘稠液体 艾米丽在莲娜的看护下 吃下了药片 很快就陷入了沉睡 等她半夜醒来 她惊恐地发现 这次天花板上滴落的 不再是岩水了 而是一大片鲜炸的血液 她胆颤地朝着 不断发出异响的 医生房间叹去 看着眼前恐怖的血腥画面 精神衰落的艾米丽 昏倒了过去 待她再次醒来 已经是白天了 房亭伸出的血液不见了 一切似乎从未发生过 麦登医生 一边为艾米丽解开纱布 一边解释道 昨天晚上 你一定是做噩梦了 这是药物产生的影响 看着艾米丽美丽的面容 走神间 麦登医生 不慎划开了自己的手指 喷溅出来的 那不是血液 而是一种奇怪的液体 这确定不是粉底液吗 不得艾米丽发觉呢 医生立马让莲娜 带艾米丽进屋休息 等到第二天 艾米丽为了赚取房租和生活费 在对街的一家快餐店 找起了兼职 当店长得知 她住在麦登的公寓 那脸色是非常难看 她惊讶表示 啊 那个病人还活着 这样算来 她至少有上百岁了 艾米丽却不在意 她看麦登医生啊 只不过是一个 年过半百的老绅士而已 接着她便开始工作了 工作期间 艾米丽不禁间地发现了 桌上的寻音启示 上面刊登着 继父的失踪消息 她匆匆地赶回了公寓 敲开了麦登的房门 质问她 昨晚发生的一切 是否是真的 难道说 继父真的被分尸了吗 麦登真诚地看着艾米丽 向她坦白了真相 她并非是富豪 她所做的研究 已经花光了 她的所有积蓄 一旦有免费的实验体 送货上门 她就必须把她拿下 就算那畜生没死 她也会为了艾米丽 而杀了她的 艾米丽有权力报警 她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艾米丽早就对继父 恨之入骨了 她并不在乎 那畜生的死活 她只是生起麦登 欺骗了自己 毕竟她对眼前的 这位老绅士 还是颇有好感的 由于麦登离开冰箱太久了 她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 她虚弱地念叨着 冰 冰 我需要冰 而莲娜正巧不在家中 艾米丽只能搀扶着麦登 回到了房内 麦登躺进了一个 弥漫着寒气的装置 接着让艾米丽 为自己注射了某种药物 在冰块的降温下 麦登重新拥有了触血 她感受着艾米丽的存在 决定将自己的研究秘密 全部告诉她 片刻之后 恢复状态的麦登 打开了一本禁忌之书 为艾米丽解释了她的研究 没错 她手中的书 正是死灵之书 在其中几页注视了 保存生命的奥秘 在地球上有这样一种 神秘的生物 水雄虫 它在地球上生存了数亿年 是一种特殊的微型节肢状动物 虽然说看起来极其弱小 却拥有着世界上最顽强的生命力 其具有隐身习性 它的身体会干涸 以此让新陈代谢停止 从而维持升级 一旦遇到水之后 便会复活一般地继续生存下去 因此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 它也能近乎毫发无损地存活着 即便是太空中都可以 麦登医生的研究 正是通过降低体温 来防止人体老化 从而获取永生 但其中的某些缓解 还需要某种物质 才能维持人体机能的运作 而它已经活了上百年了 期限一直是由莲娜在照顾它 莲娜对麦登也有着别样的感情 可麦登却将一生献给了研究 并未对她的爱意做出任何回应 随后她摘下一朵枯萎的玫瑰 朝花苞中注射了某种药物 玫瑰瞬间重新绽放 老邓拿着玫瑰 借机向艾米丽施爱 在她的糖衣炮弹的攻势下 艾米丽恋爱脑石上头了 与麦登医生完成了一次 人类生命繁衍的研究 这一切正巧被赶回家中的莲娜撞见了 她愤然离开了现场 在这段剧情中 医生的形象开始越发立体了 在她的人物形象上 影片并未对其进行大改 基本遵循了援助中医生的形象 除了拥有欲望这点 在援助中 医生是一个十分神秘 且温文儒雅的人 虽然说她经常在 冰冷死白的面庞上 挤出严肃 圣人物尽的神情 但她的性格 还是十分平易近人的 在救下主角的生命之后 两人的接触开始愈发了密切 主角对她的态度 也从开始的恐惧转为了钦佩 医生常常会向她展示自己的学识 并且告知主角永生的奥秘 且毫不吝啬地表示 或许在未来的某天 她可以帮助主角 在没有心脏的情况下永生呢 和影片中提到的 影声方法不同啊 援助中透露的方法 更让人感叹 援助中是这么写的 意志和意识 要比有机体的躯体更加强大 因此即使躯体受到了 最严重的损伤和缺陷 甚至某些特殊器官丧失了活力 只要躯体原本是健康的 而且得到小心的保存 就可以通过某些 能够增强自我意识和意志的科学方式 来保持自我的意识 听起来或许有些笼统和意识流啊 但这就是 洛夫·卡拉夫特 在1926年撰写寒气时 对生命延续所进行的一种超前的思考 而在那年呢 意识学领域的研究正在停滞起呢 与麦登医生完成研究之后 意犹微尽的艾米莉 看着沉睡在装置中的爱人 一股寒意从她背后袭来 莲娜拿着匕首悲伤表示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如果你也深爱着她 就必须为她做好死亡和杀人的准备 否则 你将会害死她的 接着 她将匕首递给了艾米莉 面对此等的癫狂行为 一头雾水的艾米莉惊恐地逃离了公寓 但是在一个月之后 她又因为某种原因 不得不再次回到公寓 当她走进屋内的瞬间 一阵熟悉的不安感是迎灭冲来 麦登与莲娜 求见了前来探望艾米莉的店长 将她押尽了装置 正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实验 就在莲娜高举手术刀 叫杀死店长的时候 艾米莉的尖叫打断了他们的行动 艾米莉搀扶着受伤了店长 准备逃离公寓 起身的莲娜一刀锁命 干掉了店长 她向麦登咆哮着 必须杀死艾米莉 她知道的太多了 一旦放过她 他们的恶行一定会被曝光的 可深爱着艾米莉的麦登 却难以做出选择 情绪失控了她 歇斯底里地打翻了实验器材 意外地引发了大火 在高温的炙烤下 韩室内的一切都失控了 麦登痛苦地嘶吼着 她的脸皮开始急速溃烂脱落 她需要新鲜的脊髓体 才能维持肉体的平衡 否则她将五感进尸 化成她在百年前应该拥有的模样 麦登的最后哀嚎 让莲娜的恨意到达了顶点 她将枪口指向了隐隐一息的艾米莉 决定补枪送她归西 可是艾米莉却表示 我已经有了麦登的孩子 为了延续麦登的血脉 莲娜改变了主意 救下了艾米莉 并顺利帮她完成了生产 而这个孩子就是开头的艾米 记者听完了艾米的回忆 产生了疑问 如果说麦登为了脊髓体 在公寓内进行不谋杀 那为什么在她死后 父亲还发生了三起案件呢 艾米的讲述 就像她亲自参与过了 故事中的情节 记者认为 艾米与她母亲是同一个人 她和医生交合过 一定染上了那种病症 也就是说 眼前这位容貌保养有方的女人 她就是艾米丽 艾米丽轻蔑地摘下眼镜 向记者表达了祝贺 恭喜她学会地抢答了 她站起了小腹 微微容起的身子 说明了事件的真相 她确实感染了疾病 并且在当年的枪击下 她就已经死了 但是在莲娜的帮助下 她又延续了生命 腹中的孩子 也一直没能分娩 为了延续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她需要不断地猎杀活人 挖掘新的脊髓体 见艾米丽露出了隐藏的杀机 记者这才意识到不妙 可她的身子 却不听使唤地疲软下来 原来在咖啡中 他们早就下了迷药 而可怜的记者 也将在莲娜的料理下 成为艾米丽母子 延续生命的全新的养料 好的 弟兄们 那咱们这期克苏鲁电影 《夜夜破产》中的寒气的故事 就到这结束了 那最后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原主中 医生的结局又是如何的 在原主中 在主角一次拜访之后 医生的身体突然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变得越来越虚弱 即便是待在寒气 弥漫的密室房间内 她的状况也不曾好转 她需要更多的冰块 和制冷机更强的作用 以此来降低室温 直到10月中旬 因为制冷机出现了故障 主角为了报答医生的救命之恩 开始帮她不断寻找冰块 并彻夜寻找修理工 等她找到需要的设备 赶回到公寓时 因气温的升高 公寓里的寒气早就散去了 并且弥漫着 极其作物的异味 当她打开医生的房门之后 发现了一滩 早就溶解的肉泥 并发现了一封刺激潦草的遗书 上面写着 早在18年前 医生她就已经死了 好了 那咱们的故事就到这结束了 在夜破产中 还有两个故事也特别精彩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啊 祝我上热门 那咱们的故事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啊 那咱们下个故事再见吧 爱你们一兆年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